今年五月才刚获得三星级县市长的李朝青 他的施政满意度得到了最佳进步奖 不过就是他涉入道路的这个重建弊案 他涉嫌收受千万元回扣 在今天检调搜索了他的办公室 李朝青最后是以被告的身份传唤到案 南投工程弊案检调再度兵分久入 带回包括县长在内 还有司机秘书等七名嫌疑人 而其中只有县长李朝青被立为被告传唤到案 第一波的带回来的这些官员厂商 是这个案件的一个向上发展的一个侦办的基础 检调查出南投多次封灾桥塌路段 民众只想问从88封灾到现在几年了 为什么桥总是修不好路总是扑不平呢 原来是设计弊案 出入很不方便啊 一下以后不能够啦 对比今年五月的全台市长评比 李朝青被立为三星级 推广路客观光有成获得了最佳进步奖 两任县长任内替蓝营复选 除了2009年输掉草屯镇长补选之外 其他包括立委县长全都胜选 是蓝营的辅选大将 从11月初 检调人员把担任李朝青白手套的公务处长收押禁件 案情马上向上延烧 包商公称李朝青一个人收贿近千万 而其他幸福的涉案人员分取剩下四成佣金 李朝青被以被告身份传唤到案 到目前为止检调人在征讯当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朱大祥南投报道